2011届选秀也已经涌现了多名全明星球员,包括汤普森、欧安、罗纳德、巴克勒和肯巴沃克等全明星球员,虽然他们目前仅仅在联盟效率了7个赛季,但是因为他们出色的表现,在各自的球队都成为主要的分手。 他们在得分方面数据都已经不低了,那么他们都已经拿到了多少分呢? 勇士队球星克莱·唐普森目前已经拿到了10315分,是2011届球星和里面得分最多的球员,唐普森此前作为雪花兄弟中的一员,是勇士队排在库里之后的第二得分手。 而后来杜兰特加盟之后,他成为了第三得分手,但是他的得分效率却一直很高,上赛季依然可以场均20分,加上唐普森出勤率高,所以他的得分是最多的。 肯把沃克作为一个非常低调的全明星球员,他虽然贵为黄蜂队的当家球星,但是他看起来却没有一点心理,他上赛季还是拿着球队第六高星,而新赛季也靠不到哪里去。 而沃克在得分方面却毫不含糊,他目前已经拿到了9907分,新赛季即将突破一万分,这是一个里程碑的时刻,或许在新赛季的第五场比赛就可以完成了。 欧文作为目前东部最好的后卫,他无论此前赛骑士队还是上赛季加盟凯尔特人队,他都是球队的主力球员,欧文的场均得分也一直不低,只是他缺席的场次也较多,否则欧文的得分也已经早破万了,而如今欧文已经拿到了9698分。 他在新赛季也可以完成得分破万的记录,欧文在詹姆斯身边依然可以保持非常高的场均得分,也足以说明他的得分能力确实很强,而欧文虽然得分能力很强,但是他却并不是能拿高分的球员,主要是他的打法非常好看,效率却并非非常高。 巴特勒作为低逊威球员涅希,成为全明星球员的榜样,他目前已经拿到了7515分,并且多个赛季成为全明星球员,而无论是在公牛队还是森林郎队,他都是球队的当价球星。 虽然他目前跟森林郎队闹矛盾,他想要离队,而想要得到他的球队依然很多。 巴特勒除了得分能力强以外,还是因为他的防守非常好,是目前联盟攻守兼备的风味摇摆人。 伦纳德被很多人认为是目前联盟排名前五的球员,主要还是因为他攻守兼备,而伦纳德目前仅仅得到6654分,跟他的实力以及所得到的排名严重不符。 这是因为他此前一直效力马次队,在马次队基本上很难得到高分,只要拿到高分,就会被波波为奇换下场。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,伦纳德仅有一场比赛得分超过40分,就连历史上最伟大的前锋球员邓肯,拿到高分的场次也不多。 所以11届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还是唐普森,而欧文未来或许可以超越唐普森,毕竟新赛季欧文还是球队的第一个分点,而唐普森还是勇士队的第三个分点,文海清。